有40年專業經驗的加州前賽車手史蒂夫·塞林 是高性能專業跑車製造商塞林汽車的創始人 2015年底 他和前紐約律師美籍華人王曉林合夥 應邀到江蘇如高市與當地政府合作 成立了一家合資汽車製造企業 旨在生產超級跑車 並由王曉林擔任CEO 按照2016年與如高市政府簽署的協議 史蒂夫·塞林要為合資企業提供自己的品牌、商標及相關經驗技術 並因此和王曉林還有其他美資合作夥伴 擁有合資公司2 3分的股權 如高市政府則擁有其餘的1 3分 並負責在3年內提供5億美元的資本和6億美元的補貼貸款 資助企業運營和建造工廠 史蒂夫·塞林近日對外透露 公司到2020年初已經萬事俱備 就等著開工投入生產 然而中共病毒疫情突然爆發 他和王曉林都滯留美國 如高市政府卻趁機將公司國有化 史蒂夫·塞林說 持有1 3分股權的如高市政府自行舉行了董事會會議 在低於51%的持股人出席的情況下 罷免了他和王曉林的董事身份 是外國股份無人代理 在中國再這麼奇怪的事情都可能發生了 所以1 3分1股權的小股東居然可以召開 在出席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召開董事會 這個還可以把大股東開除掉 這個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當然是不合法 史蒂夫·塞林透露 此前 當地官員還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 擅自利用他的設計、技術、商業秘密和工程開發 申請了510項中國專利 卻沒有把它列為專利持有人 他指責如高政府 不僅霸佔他價值8億美元的知識產權 甚至連已經簽署的股權比例協議都反悔 他還介紹 當初美方的知識產權初始投資 估值由3個獨立評估公司得出 如高政府在簽署合同時也未提出任何異議 如今 這些官員卻要求評估公司證實 塞林的投資基於虛假信息 並指控王曉林挪用公款 另外 公司的中國當地高管被迫辭職 來自德國的製造副總裁史特澤 和公司事務總監尹旭則被捕 史特澤最終在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幫助下 被關押6個小時後獲釋 而尹旭拒絕接受如高市政府的要求 作為證指控王曉林盜用公款而被關押1個月 軍官不理舊帳 這都是普遍的 承諾的東西到時候領導一換 再去找他 民企是這樣 外企也是這樣 史蒂夫·塞林在他的個人聲明中指出 在中國的經商經驗足以表明 中共將竭盡全力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美中貿易協定必須包括對美國公司和消費者的保護 讓北京最終為盜竊行為付出代價 川普政府已經敦促美國的製造業 遷出中國 回到美國 日本政府也在近期宣布 將撥巨款協助日本製造商產線撤出中國 台灣企業家、社會運動人士高維邦認為 中共的這些做法只會越來越激起歐美國家的不滿 最終使自己完全被孤立 台灣企業家、社會運動人士高維邦認為 目前 如高市政府和中共外交部還未就該事件進行評論